今天我們要來做疲勞測試的這台主角呢 是豪華房車裡面相當重要的一個品牌 賓士 今天來做測試的這個是賓士的最頂級的系列 S-Class S-Class S350 S350這一次剛好做了一個小改款的動作 引擎的部分有一點變動 馬力306匹 這部車是目前做疲勞測試裡面算是最昂貴的 也最尊貴的一部車 它的價格配備全部加一加差不多只比500萬 車長超過5米2 軸距大概是3165 超過3米多 像這麼豪華的品牌 它在連續急煞車急加速的情況下 最後性能會有什麼變化 就是我們這次要呈現給大家的 那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天氣相當不錯 是一個豔陽天 那我們看一下地表溫度現在大概是幾度 地表溫度現在我們看到的是45.5度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整個室外的溫度 室外的溫度大概是多少度 室外的溫度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好 儀表板顯示現在室外溫度是27.5 那其實現在出了太陽 待會應該會超過30度 現在呢我們出發前我們先看一下 疊盤的溫度大概是56度到60多度左右 那我們剛才呢是經由市區 開到這邊大概開了十幾公里左右 現在疊盤溫度是這樣 我們就馬上開始我們的測試 基本上現在已經做完了十次的極加速極減速的測試 那目前呢大致看起來 Benz S350目前表現的呢 所有的性能應該是還蠻不錯的 那詳細的數據呢 我們會在到時候文章的內文裡面 跟大家公佈詳細的數據跟說明 謝謝 謝謝